好,我们继续进行第8节 好,我们继续进行第8讲 第3小节密集数展开 这就是我们微积分的最后一个小节 当然了,这个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小节 毫不夸张说我们前面学的那些微积分的知识呢 实际上老师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为了这个小节的服务 或者再夸大一点 大家在大学期间进行了一些科研的研究 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研究 为什么呢 它这么一个方式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已知的函数形式 来了解一些未知的函数形式 好,我们现在说的话有点大 我们先看一个实际的问题 计算器是什么 计算三眼X 大家手上有一些那种科学计算器 它可以直接接通三眼X的大小 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或者换一个方式 因为你只有一个加减乘除的一个计算器 它怎么能计算 它怎么来计算这个三眼X的大小呢 我们知道三眼X定义呢 是在X角度下呢 它的这个边长的长度 我们的计算器呢 不可能说在我们输入的 比如我们要求三眼30度或者60度的时候呢 它会画出这么一个圆 然后再量这么一个长度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下 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计算器上按下一个角度以后呢 它就能很快地计算出这个角度的三眼X的值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呢 可以有一些已知的三眼X的值 比如说我们的三眼6分之派 也就是说三眼的30度比较2分之一 三眼的3分之派等于2分之根号3 这个是通过我们的那个正三角形 通过计算它可以得到这么这两个值 同时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等腰直角三眼前 可以知道三眼4分之派的值的大小 但是呢 我们能够知道的 也就是这些分立的分立的这么一些值 我们想知道任意一个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三眼42度 到底是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呢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来进行计算的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呢 实际上是在B极数展开之前就有人发现了 这个被称为麦克劳林公式 麦克劳林公式是怎么样呢 三眼X等于RX减去RX三次方除以三的阶层 三的阶层等于三次二次一 同样的后面加上RX五次方除以五的阶层中 五四三二一 因此呢 我们要计算任何一个角度的三眼X 只需要计算后面的这么一个多项式 因为每一个式组都是一个密函数 因此呢我们这个东西被称为密极数展开 同样的大家可以发现我们之前还提到过有一个就是sine RX在RX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约等于RX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一个式组 在RX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后面的项都可以互联 比如说RX的小于一 那么RX的三次方呢 那就更远小于RX的万一相 因此呢我们后面都可以互联 可以得到sine RX就等于RX这么一个等式 好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个等式到底是不是起作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sine6分之派 我们把6分之派减去 6分之派的三次方除以3的阶层 加上6分之派的五双除以5的阶层带进去 我们先算前两项 前两项6分之派减去 6分之派三次方除以3的阶层 等于0.499674 大家看已经非常非常接近1分之1了 我们再把后面的这一项加进去再计算 大家可以看到结果等于0.5 000002 也就是说它能够进去到小做点 123456 能够进去到小做点后6尾 如果我们需要更高的进度 只需要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多项式的继续的补权呢 就可以就可以计算得到我们任意的进度的sine x的值大小 这么一个公式呢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sine x呢 实际上有些的值并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 就是说我们 我们没法通过一些 直接的测量的方式能够得到这个值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公式呢 我们就能把它写成一系列的密 密函数的这么一个形式 这些密函数的每一个值呢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很方便快捷的计算方式来得到 比如说我们手上如果有个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呢 我们可以按加点乘除 对象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计算 x x 平方 x 三次方 x 四次方 我们计算以后带入这个公式呢 就能够得到sine x的值大小 同时我们这个麦克劳林公式呢 实际上就是 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广泛的公式的一个特例 这个公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泰勒展开 泰勒展开呢 它有这么一个形 可以可以看到是这么一个方 这个ft就是我们的原来的函数 它可以写成什么呢 这可以写成ft在a这个点的这个值大小 除上0的阶层 0的阶层是等于1 大家注意啊 这个这个这个并不是等于0 然后加上呢 fft它的导数在a点的值 然后在乘上t减去a 然后再除以e的阶层 就等于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sine x 也就是ft换成一个sine t 然后a换成0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ft在a点的求导的等于cos0 它等于1 ft的对那个 它的两阶的导数呢 是等于在a点的值呢 等于负的sine 0 也是它等于0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这一项呢 刚好是等于x这一项 后面这一项呢 后面就是减去3的阶层 乘上x的三次方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呢 就能够推导出麦克劳尼公式 sine x等于x减去x三次方 减去3的阶层 加上x的5次方除以5的阶层 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到这个cos的这么一个 麦克劳尼的公式的一个展开 我们这个就不详细的说了 好 我们这个可以得到的这个sine x 我们同样还记得 我们总共有四种基本的函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 它们怎么样 通过这种tine的展开的方式得到 我们先看一下 e的x 次方 e的x次方等于1加上x除以1的阶层加上x平方除以2的阶层 这个非常非常好记忆 就是呃这个是多少次方 下面除上多少阶层就行了 而下面的这个 呃对数函数的它等于 呃它是要写成一个1加x的方 因为我们这个对数函数的它的它的这个质变量的这个区间都是要大于0的因此的这个x需要小于1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区间的我们可以写成一个负的x减去x平方除以2减去x三次方除以3可以写成这么用 因此我们对数和指数呢 我们也同样能够通过这么一个密集数 密集数展开的方式来得到 还有一个呃很有用的是我们呃虽然我们是用密集数展但我们可以可以把它展开的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1加x的n次方 1加x的n次方呢有时候我们呃对它这个n次方的进行计算的时候呢我们并不希望计算这个这么一个形式 我们更希望计算x的n次方到底是多少 因此呢我们这个展开的可以有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只写出前两项 因为大多数的呃在物理学上呢只需要前两项基本已经够了 它可以写的怎么样 1加上n乘以x 大家记住这么一个式组就行了 就是说1加上x的n次方在x比较小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这个x比较小小于1的时候 它的n次方呢可以写成1加上n倍的x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一下1加x开根号 它实际上就可以写成1加上1分之1x 或者说呢我们下面的这个1加x分之1呢同样是可以写成1加x 后面的这些呢我们在x的比较小的时候都可以省略到 就是这些公式呢我们可以在好多情况下都可以进行一个近视的计算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得到得到这么一个呃它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函数的性质 比如说我们1加x的n次方它的一个性质 比如说老师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我们国家的那个股票被称为a股 它每天的涨幅的呃限制是10% 那么我们要算一下比如说我们要连涨7天 呃那么呢也就是说我们的涨幅的大小就等于1加上x的n次方 那么这个x呢就等于呃10%也就等于0.1这个n呢就等于7 那么我们要快速的估算呢怎么估算就是说 我们涨7天以后呢就1加上7乘以0.1也就是等于1.7倍 当然了这个数呢呃呃这个计算并不净确后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计算后面这个 呃通过两部的计算就能就能很快的得到这个结果 当然了呃我们快速的这么一个呃就是我们如果涨7天呢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1.7倍这样比你计算1.1的7次方是不是要快得多 好好我们呃看了这么多问题我们来看一个呃更有意思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利用泰的展开来计算根号2呃为什么这个说这个东西有意思呢是在考古学上有一个发现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块石板这个石板呢是呃1800年呃呃不叫一千就是公元前1800年 距今已经快4000年了呃发现了一块巴比伦的石板 这个石板呢上面呢记录了一个根号2的长度 大家大家看这个石板上呢有很多数可能有些同样会会说这个上面并没有根号2 这个数字都不像根号2的值老师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呃那个巴比伦巴比伦呢他们的文化里面呢是采用60进制的因此呢他的每一个数的都是60进制 我们可以看一下1加上24除以60也就是他的小说点后的第一位是他实际上是60进制的也就是说20除以60 再加上51除以60的平方再加上10除以60三成方刚好等于1.41421296 这个值呢和我们呃更加精确的根号2的值的计算结果呢相差1.41421356相差到小说点后面第七位也就是说我们在公元呃公元前1800年的古拜的能力就已经能够计算到根号2的小说点后面的第七位了呃他是怎么实现的呢 呃这个这个计算的方式呢呃大家有不同呃各有各的不同我们呢仅仅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态度展开的来进行一个计算啊还还可以说明一下下面这个数呢呃是说明的是刚好是等于根号2除以2也就是根号2的一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重新的计算一下这个值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通过态度展开来计算根号的值我们可以看根号2等于两倍的根号二分之一这个根号二分之一呢又 就刚好等于二成一根号下1加二分之一这个1加二分之一是不是刚好可以等于1加x我们把这个根号1加x展开呃展开像可以写成1减去二分之一x减去八分之一x平方减去十六分之一x三次方啊我们一直展开到x的四次方展开了这么多然后我们把这二分之一的值带进去就可以发现二成一根号下1加二分之一的约等于一点四一六 这个结果已经出了但是呢它和我们的我们刚才看到了根号2的那个值呢还是还是差很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呃这个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态度展开的它并不是是一个唯一的展开大家可以因为它是选择你在一个不同的初始值呃进行的展开你这个选择的会有很多的地方呃因此呢我们不同的展开的决定了我们不同的结果呃这么一个展开的形式呢 就是它的收敛比较慢它收敛慢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计算到x后面呃比如说x50嘛x60可能要一直要计算x的十四方才可能得到和我们刚才的那个巴比伦石板上计算得到的根号二的值的近视呃同样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能够更快速的计算根号根号二的值呃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欢迎客客后的跟老师进行呃进行交流了解一下这个怎么样能够非常快速的呃我们只通过加减乘除 和这个次方的这个关系的计算根号二的值呃我们这个呃第八讲的动作就在这个地方谢谢大家观看啊